如果说是脾胃不好的话 它一般就分为脾胃的功能抗净 还是脾胃功能的虚弱 如果是脾胃功能的抗净 表现为患者老有饥饿感 口苦口咒 如意饿 然后吃完饭以后 大便 也是比较臭汇 排便不畅 这是脾胃的功能偏抗净 一般我们说是脾胃失恶的病人多见 如果是脾胃虚弱的患者 一般它就是表现为吃饭不香 不想吃饭不觉得饥饿 吃完饭会觉得腐胀 或者恶心 口淡无味 或者吃完饭会有变糖 这些脾胃虚弱的表现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症状 它的风气也不同 治疗也相对的呢 也不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